行政院政委員蔣炳黃接任衛福部長 被看中的就是專業食安背景 也被外界認為是要為知證子的食安風波止血 蔣炳黃正在台中央見證吳思華 接下教育部長的硬性 這次緩他確定就是下一任衛福部部長 有害人體的物質會跑到食品裡面也好 我相信他都能夠從源頭做管控 那源頭管好了 我們下游就自然不用擔心了 敏感時間點披上戰袍 其實就是看中他的食安專才 大學念的是生物 後來到美國伊利諾大學 攻讀食品科學博士 回到台灣任教 台大教務長就做了七年 去年還接下行政院政務委員 首次看到有一位食品專業的人員 坐上了衛生福利部的位置 然後看看能不能確實的能改變一下 我們過去對於食品不太重視的一個做法 過去在衛福部消息會 甚至在今年七月成為行政院食安小組的召集人 已上任馬上就要面對黑心有風暴 他的專業又是在食品的食品技術部分的話 在防範的機制上的話 我想蔣部長應該會有一些更積極的做法出來 所以對蔣部長這樣的一個願意跳火坑這樣的一個作為的話 我們真的是非常的期待也非常的肯定 接下這個燙手山魚看看之前二代健保爭議養殖良只做了18個月 就換邱文達實案風暴後這次蔣秉皇領回壽命 真正的考驗在接下部長硬性之後才開始 郵件TV 林田翔軒 台北報導